大家好 我是五仔 今天的中國新聞 繼續有蔡天鋒的消息跟大家說說 另外有達賴喇嘛的消息 就是達賴喇嘛 請大家給我一個like支持 我們是廣播的 為何這麼激動呢 稍後跟你說 藏傳佛教搞到這樣 它是代表著那樣東西 達賴喇嘛 你這樣修行 收到連對人的基本的接觸你都好像有問題 你怎麼可能叫小孩這麼咀嚼你 不就刺斤 一火速道歉 道歉都會覺得你是有問題 先不要說大智慧 與人相處是否要這樣 過了龍 古靈精怪 另外再說說 最新消息 蔡天鋒 鄺家出手 逼於無奈 為何呢 蔡天鋒誤判形勢 有人帶出一個假設 如果 當時他與鄺廣志沒有真正 他本身是註冊了的 這對夫妻 他與前夫 如果沒有離婚 即是沒有斷 如果 其實這算是合理的 如果他逼他與前夫離婚 在那段時間 他說如果你不離婚 我就賣掉你的房子 這樣才可以有一個大動機 有人有這樣的說法 究竟是甚麼內容 我稍後再說吧 你看看 封傳解放軍的南籍 拜託台軍艦靠近一些 方便拍照 耳邊交差 這樣是朋友的 中台 看看是否真的有這樣的關係 對吧 好吧 如果是這樣 我們就封傳 我們稍後再看看內文 另外河南遊客 懶理警告在懸崖 出現列逢的位置 照樣子是打卡的 這些真是 沒有甚麼事 就是這樣 另外看到動物園 看到一個奇觀 一隻白虎 生吞孔雀 嚇死遊客 另外北京的沙塵暴 簡直是變天 漫天黃沙 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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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說 每個人都變成兵馬俑 詳細的新聞內容 我們交給OK仔 謝謝五仔 大家好 OK仔 跟大家分享一下內地新聞 首先跟大家說 達賴喇嘛 那裡怎麼搞的 達賴喇嘛 他講的東西 都令我非常詫異 我也覺得 究竟發生甚麼事 無論對於他的宗教 或者對於所有的宗教 那一層面 跟他的看法不重要 我很簡單 不看這個宗教來說 這個行為 我都非常之惡 可以真的呆了 達賴喇嘛這一次 就是在網路上 有條影片出來 就說他在那裡 親一位印度小男孩嘴唇的時候 更加用英文 跟這位小朋友說 叫他 Sut My Tongue 叫他拙他的舌頭 報紙是這樣寫的 看得到 拙你的舌頭 不是吧 你玩東西啊 達賴喇嘛 你究竟發生了甚麼事 這條影片在網上瘋傳 引起各界的星討 達賴喇嘛在日前透過官方聲明 向這位小朋友和他家人自怯 達賴喇嘛在這個聲明上表示 他非常後悔做這件事 他希望可以造成傷害而道歉 不單止向小朋友和家人 還有向世界各地 因為因為這件事不開心 受傷的人就道歉 聲明當中也寫著 達賴喇嘛經常跟人說笑 就算在公共場所和媒體前面 也不避忌 你不避忌不要緊 你不避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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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到這麼瘋 哈哈 喂 你啊 哈哈 我真的想起周星馳那一套 算死草 你不避忌 你不避忌 你這麼喜歡 我買一條豬來過你 啊 真的 有沒有搞錯呢 這件事件呢 原來講到達賴喇嘛在二月的了 當時又出席這個印度北部 這個蘭薩拉的活動 那小朋友就走上台問達賴喇嘛 那可不可以抱你 那達賴喇嘛就沒有答應抱他 那更加不單止啦 OK 你給你抱 還更加邀請他男孩 親他的臉 親他的嘴 好啦 喂 你親臉親嘴 我都 唉 親臉都算了 親嘴更加都算了 更加突然之間 我伸了一條舌頭 就跟別人說 你可以拙上我的舌頭 喂 大哥 你這次 不是說什麼 你看看國際新聞那些 神職人員 戀童癖那些 我真的看得到 很悲哀 喂 這件事件 那當然你說 可能是有這些文化 是不是 那你說 因為有印度的金融事報 指出 他說傳統西藏文化當中 吐竊禮 是人對對方表達最高敬意的一種方式 但是 喂 這種吐竊的行為 叫你拙我的舌頭 是不是真的一個 文化差異得這麼重要呢 首先在這裡戴上我的頭盔 我說不是很熟悉這件事 藏伐那些文化 是不是真的叫你拙舌呢 如果是的 那我算我無知 但是如果不是的話 我相信 引起很多人無限的聯想 那這一方面 唉 真是搞出個大頭佛了 這次真的 希望引此為界 是不是 你說不是 可能別人沒有的意思 你們在無限聯想 都可以的 你可以這樣說的 但是有什麼必要去做呢 可以解釋一下 我想知道清楚了 說完這件事之後 亦都和大家跟進一下 蔡天鳳案件 復活節過後 厲害 內地媒體立即 那些新聞就出來了 關於什麼事呢 這一個新的看法 我又覺得 咦 又好像很有道理 又好像讓你說得通 究竟是什麼事呢 這件事 大家對於 為什麼抗家要出手 去做呱菜天鳳 大家都在那裡不停揣測 來來回回 然後有人質疑這樣 質疑那樣 有些就燒到內炮台 周邊的東西 涉及不多說 有些就說錢錢 好了 其實整件事 有人就覺得 其實都是錢錢的 關乎那間屋 好了 去於這個位置上面 我都說過幾次 其實對於這間屋來說 那七千萬 缺水也好 莫財也好 什麼都好 是不是真的 這幾滴水 幾點水 幾滴水 可以幫到你呢 我又覺得 不多次 是不是 那你按人家的 身家豐厚 按人家的底 這幾千萬 等同幾千元而已 你幾百萬身家 突然跟你說 我現在欠幾千元 夠急付 不是吧 你什麼事 你幾百萬身家 你昨晚跟我說 你剛剛中原什麼 你還有幾十萬 你幾十萬收入 那你為什麼跟我說 現在欠幾千元開發 不會吧 這件事也是摸不著頭腦 但是根據內地媒體 現在他這樣說 就說 他那個最新發展 就是他們覺得 這一次男家 就是講到前夫過一家 是不是 前夫過一家 就是會動手 我們現在和大家看看 那個原因是怎樣 他的標題就是這樣寫的 女方和抗廣子協議離婚不成 男方一家才動手 咦 有人又說 咦 這個論點 第一件事 他們是不是真的離婚 還是未離婚 其實這是一個問號 之前又說有來到 又說來不來 我們不知道他來不來 這件事就等到警方告訴我們 因為這件事 內地的媒體 他是這樣說的 按照他們的說法 原來蔡天鳳 已經提出了申請離婚 但是由於前夫擴廣子 一直被通緝 沒有辦法回去做這個離婚手續 這件事一直拖拖拉拉 去到現任這一邊 譚某那邊 希望可以想快點和蔡天鳳 早點簽紙 即是名證言順 亦都希望蔡天鳳可以早點撕掉 抗家的那種關係 但是內地媒體 他是這樣寫的 他說 想不到前夫擴廣子 即是叫做離婚 即是他們這樣想 如果跟前夫擴廣子離婚 他們三個小孩 即是說沒有離婚 就說有遺產繼承權 那這件事 即是他們在想 如果你離婚的話 就沒有了 不離婚的話 兩個小孩還可以分身家 由於說到 新家豐厚 蔡天鳳 有內地媒體就覺得 這時候 鄺家就出現了一個邪念 那邪念就是 可能要他消失 然後可以分身家 其實這件事 我又覺得 口程度上 又好像 說得通 我覺得這樣說得通 你想想 首先 如果內地媒體也好 各地媒體 各大媒體 去說 首先 原先 蔡天鳳是沒有離婚的話 跟鄺廣治沒有離婚 然後他轉過頭 又要去 跟 連任那家 一起 其實他是夾在中間 大家都明白到了 好了 那跟著 可能那邊 也是時候 應該是不是辦法 說那些人說到豪門 又說名門 又說望族 你怎麼都要名正言順 沒有理由 跟前面那邊 理論上 應該希望 蔡天鳳 這些事 應該就處理了他 蔡天鳳可能心裡 說難得有機會 一燈 熊門 當然想辦法 跟鄺廣治 搞離婚 但是 這件事是真的 其實 有人就覺得他們是不是 搞了離婚 一早搞了離婚 但是我又這樣想 鄺廣治 他本身都已經是通緝犯了 他又揹著這麼多條罪名 在說之前 他會不會能夠在香港跟蔡天鳳搞到離婚呢 你理論上你都要上律師樓了吧 說一個通緝犯上律師樓 跟他搞離婚首屬 隨時別人都查到 這個傢伙 是通緝犯來的 他也不方便 撲頭 所以理論上就是 就在這個位置 卡住了 可能 即是估計 如果你這樣按道理去推斷 會不會因為蔡天鳳他自己心急呢 可能 不知道 威逼利友也好 什麼都好 那邊就可能 沒有壓力 舉例可能 別人沒有什麼壓力 可能蔡天鳳自己心急 又不出奇 想著有機會 跟別人發展新的新關係的時候 當然是舊底那邊 當然是脫掉了他的 另一邊商 可能礦架那邊 知道 我 現在回不來 跟你搞離婚 很麻煩的 甚至乎 可能有些東西 總之不方便 逃頭 可能要搞離婚 大段長時間 蔡天鳳就想著很急 你不快點 跟我炸炸 那邊就可能拖住他 死都拖住他 半推半袖 遲些 遲些 蔡天鳳可能 不知道會不會是這樣 威逼利友 你不來我就沽了他的房子 可能在這個位置 那一步企走錯了 有一點感覺就好像趕狗入窮 你去到賣出 這招如果是這樣 應該繼續說一些不應該的 心裏面你想想去做 但是你一說出來 整個形勢會逆轉的 舉例子 就好像剛才推估 真的你說 買了 房子 把整件事好像正路 切合 之前原本的Story 你原先就是因為想賣房子 出現了一個矛盾 然後就出動了殺機 那究竟無端端為何要賣房子 如果是這樣的可能 會不會是 蔡天鳳 叫做崩口人的崩口碗 說錯話 你還不離婚 我賣房子 我要做快身 拔掉手續 清場 和前夫 擴家 劃清界線 去到這個位置上面 你看回內地媒體的那種分析 就覺得 前夫 礦市的家人都沒有一個好人 全部都感覺上 很多都是靠蔡天鳳養的 你不是靠他養的時候 全部都是由手好走 好像好吃冷飛 好了 可能就是他們動了歪念 你逼這一班壞人 你威脅這一班壞人 那分分鐘 可能就出現了 磨擦 第一件事 可能 他前夫擴握著 你不是不知道我什麼環境嗎 揹著九十幾條罪 你叫我和你離婚 葡萄搞離婚 不行的 遲一陣子先 風聲沒那麼緊 又不出奇 又或者 可能 他這次在香港 不知道為什麼 在香港有些人就原先去大陸 不知道為什麼葡萄在香港 有另一種 我們不說那些什麼花錢的 不說那些 你想想可能他回來就跟他談判了 你現在怎麼搞先 怎麼分 可能是蔡天鳳 主動不斷 奪命追魂的想要去離婚 但是一直都搞不定 逼到 曠市那家都 忍不住 動歪念 也不出奇的 可能他們覺得 你不用他 娶得這麼行 先談判 如果你搞離婚 那些小孩怎麼 我們沒有錢養的 你是不是不養 可能他們會這樣想 當然我們不知道 按照 故事 推測 要有待警方去調查 但是 如果是這樣的 這件事有某程度上 又好像 真的好像 可以說得通 是不是 當然大家都會很 繼續掛著那個 分身家的問題 有人就 就算 內地媒體 他也是根據其他媒體的說法 理論上 蔡天鳳是想擺放前夫 跟現任丈夫很好過的 但是說前夫一家人又不同意 所以 有人就覺得 這件事 又可以賴到蔡天鳳 小時候不多讀書 因為多讀書 多讀書就能夠有這個辨別是非的能力 我覺得不一定是多讀書的 起碼看多些東西 我可以這樣說 其實看多些東西 一個人的認知 或者分析 他的高與低 其實是對那件事的理解能力有多高 或者對很多事情的了解 是不是 這樣也是 所以 內地媒體就覺得 如果 就是一個人可能的 所謂的天真 就害死他 那怎樣也好 去到這個位置 我都覺得 都是說得通的 好像說得通 搞不定 迫到別人出手 當中一定是很大的磨擦 甚至乎 如果按照他的性格 有些內地媒體說的 唱點風的性格 讀書的時候 就大家借來的 想怎樣就怎樣 所以可能在這裏的磨擦點很大 甚至乎 一拋出來說 你不來我就 房子都賣了你 不給你 什麼 然後很瘋 可能 刺激到對方 我現在就真的突然之間 動了這個殺機 都不出奇 那怎樣都好 這個位置 我又覺得 好像一個新的新鮮看法 是不是 官物論點都好 都要看 官方 或者叫做 警察 方面 他們怎樣再去跟進 或者有些什麼新的線索 因為接下來 五月頭 才會是 這個 叫做 案的 繼續審理 好 說完這件事件之後 亦都跟大家 看看 內地 現在說到 在變天 北京 什麼事 就說 沙塵暴殺到 就說藍色預警 北京 灰蒙蒙 蒙過蒙古 這次真是 空氣污染指數爆表 根據中央氣象台 在昨天 繼續發佈 沙塵藍色 預警訊號 目前有29個城市受到 沙塵天氣影響 氣象部門監測顯示 截至當日上週 北京天津 河北石家莊 內蒙古 呼和浩特 山西太原等多的地方 空氣污染指數 超過上限500 超過600個城市污染嚴重 如果有些朋友 通關之後 經常都要中港兩邊走 都要小心 留意 你出去玩也是 有人多 空氣污染又比較嚴重 不是說 現在怕不怕新官的問題 分分鐘都要戴口罩 盡量少些 不要在戶外 多些留在室外 會好 有民眾就說 空氣 有土味 人都變成兵馬俑 真可憐 其實北京都常常有沙重暴 不過去到這個時候 天氣又轉了 有些魏局更加嚴重 另外要說 在四川盧州 有一家 酒廠發生火警 大火 造成最少四個人死亡 有附近居民的話 就聽到 巨響 那麼嚴重 消防那邊 調查 全力在撲救 要看看究竟發生什麼事 另外 跟大家跟進一下 在深圳 現在比較近我們 就說 這個流感 不是禽 不是禽流感 是流感個案 逐步攀升 香港的專家都說 現在新官的繁殖數字 又說上升 但是出來跟你說 不需要害怕 不需要害怕 不要說了 是不是呀 大哥 你說出來的人就會害怕 不需要害怕 但是不需要害怕 幹嘛呢 但是深圳方面的感染個案 現在就說 將程度轉為 中風險 官方就 呼籲各位要及時就醫 因為廣東 新流行高峰 這件事就引起 內地人關注 在深圳近期流感看醫生的人數 也都逐漸攀升 他們的當地預測風險 是中 流感處於這個流行風的階段 那麼 小心點 如果大家上去玩的時候 就盡量不要走人多擠迫的地方 沒有問題的 就戴上口罩 如果真是逼逼劫劫 好 另外 就說一下 解放軍 就做了三天 這個圍台軍演 但是 近日 民進黨立委 黃定宇 在日前 就爆料 就說解放軍 054 A型 這個周山 不是 不是姓周 周先生 是 船那個周 龍舟的周 山頂的山 周山艦 近兩天因為 因為海面的天氣 環境不好 海面的情況 不是很好 就說 由於 美國和菲律賓的 兼併兼聯合軍演 又在 昨天展開 就說這個 民進黨立委 就說解放軍為了急著交差 想不到 他們的054A型 周山艦 竟然用無線電聯絡 附近 互相監控的 台灣海巡艦 叫他麻煩 哥仔 要近一點 我想拍幾幅相交差 可能海面有些蒙 他們拍不到人家的船隻 以為他們沒有工作 竟然這樣 不是吧 你以為他吹水 但是說台灣國安人士事後證實 的確有這件事 竟然不單止一次 不是吧 有人就說 這樣也好 起碼大家做場show 不是真的打的 趕快交完再回家睡覺 很緊張 你真的把船隻船在 隨時不小心飛過來 打得 真的死得 現在說到這麼白 會不會引起解放軍內部不滿呢 這些事 不應該這樣 不知道會不會到時候 習主席一聽到之後 找人祭旗 另外 同大家說 動物園方面竟然出現了 白虎山吞孔雀 嚇壞遊客 不斷誓孔雀 那就沒辦法了 這些 是不是 說到 在山東海衛 有一個動物園 上演了這一幕 有民眾 親眼目 倒圍蘭裏面 有一對白虎 有一隻白虎 把一隻孔雀 山吞活 剝食了他 走地都是羽毛 嚇壞遊客 那就 就此這件事件 袁方就表示 我們園裏面 走地 恐嚇一千幾隻 可能他不小心 不墮入虎穴 那就沒辦法了 我們也沒辦法叫他鬆口 難道你叫 不要吃了 沒辦法了 這是野生動物園 是不是 如果大家覺得殘忍的話 盡量不要殺了那麼多生 吃齋 另外也跟大家說一下 河南 有網紅 這個叫做 試膽石 是什麼來的呢 是一些懸崖邊 就好像 一顆跳台 那些 石 一根就凸了出來 下面沒有東西 就掉下去死了 那個位置就好像 表演大膽 在那個位置就拍照 現在說到這個位置 就出現了裂縫 官方已經動了牌 就說很危險 不要再上去拍照 隨時一斷了你 直飛落谷底 就救不了你 但是依然有遊客 冒險上去打卡拍照 這件事都引起關注 很多網民就表示 這位女仔依然還在 這個 快爛的試膽石的邊緣 做出各種姿勢 打卡 握like 真的不要命 是的 沒有辦法了 所以 這些東西都是 有時候都說那句 有沒有帶老 沒有的 沒有老的 隨便吧 遇到意外的時候 有怪的 官方人員 另外 跟大家說一下 現在在深圳 有個深圳女 坐高鐵 將對腳 踏在前排 還要說 我不髒 你真的 是很離譜的 這是個人 質素 你不要說人家 歧視 外國也有 哪個世界也有 這些是人的本身的質素 好了 你拿著鞋子 撞到別人的頭 別人的頭 真的不沾巴 你也算給你面子 他還要 別人報警之後 這個深圳女 對著警察 說我鞋子也不髒 幹什麼 這樣 不是吧 你不髒 你鞋子 你浮嗎 走路 不要玩啦 這些事情 是不是 這件事 也是引起人熱意 是不是 這個女乘客 搞到又要找列車職員 又要找警察 去勸阻 這個深圳女後來更加 把球鞋脫了 給大家看 你看我的鞋子也不髒 有多髒 這樣 真的 我覺得應該這些 這些是backlist 很多網民都說 最起碼的廉恥都沒有了 是不是 真是離譜 是不是 應該要禁止 不明 不文明的 羞恥行為 我覺得最少 就應該 如果他覺得 對鞋子不走路 是不髒的 就扔了他的鞋 拔了他的襪 讓他赤腳走 是 原始人 你用不著鞋子 好 另外 亦都說 一件事件 什麼事呢 就說到 台灣軍演 解放軍 無疑打擊 台島 這一次 環島的 軍演 展示了這個 速轉速決的 姿勢 是不是 有台灣專家 對這次軍演的看法 很不一 中華戰略學會資深研究員認為 這一次 解放軍軍事活動 沒有在 台灣本島周圍 設立任何 空海的管制區域 或者 核分實彈射擊區 就看來 調子放軟 而 前民進黨 立委 郭政亮 解讀 這一次雖然沒有明顯 遺台 但是實戰性非常之強 已經接近這個實際戰爭狀態 是嗎 剛才我說的那些 交差 有多強啊 你真是先打 先打吧 如果在台灣的人都說 你真是打吧 說了幾多人 是不是 我不是很想打 我不想打仗的人 但是如果你 說到這些 解讀 你問我 感覺上 這一次 遺台演練 無論是聲勢 各樣東西 都沒有之前佩洛西那麼強 某程度上 都可能 看一件事 因為蔡英文這次 過境 訪問紐約 麥卡錫 去接見他 那個格調 甚至乎 或者規格 都沒有去到 很公司 你說不是啊 麥卡錫那些 或者你第二把蹬腳 副總統那些 飛去台灣 我何止 圍著你台灣 橙上去台灣 都像 這件事 我覺得都要看回情況 何況 現在 習主席 日前還在廣州 好像過了站崗 之前還在松原 松原山莊 跟 馬克龍 聊天 搞生意 不然大家說錢 不要搞這些 這樣的事 可能也不奇怪 那怎樣也好 這些解讀 你看回我之前說的 就是 人家都說 《球射英國》 想交差的時候 你又可以看到什麼 好啦 今集時間說到這裡 下次再說 拜拜